9月14号星期四 欢迎你收看UFX68财经集团为你呈现的每日财经大小事 我是芷盈 那过去我们也曾经带大家了解过 一直以来欧洲的汽车巨头 像是大众宝马奔驰都是占有中国庞大的市场份额 不过就在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了产业政策之后 本土的汽车制造商开始往电动汽车扩中发展 那不小心电车品牌呢也迅速崛起 可以说如今的中国电车在国际上都是赫赫有名 那不管从性能还是销售价格来说 都是具备强大的竞争优势 不过除了中国以外 欧洲本身也是电动汽车的一个重要的市场 除了是从规模的角度来看 那欧盟也从政策上是承诺 2035年起将有效禁止贩售新的汽油和柴油动力汽车 那我们从几家中国电车巨头的动向也不难发现 他们已经把目光瞄准了欧洲出口 像是比亚迪 小鹏汽车等也开始在欧洲寻找了建厂的地点 那当然选择在当地生产还可不可以保持这个成本优势 这一点还是有待观察 不过本周欧盟委员会却突然宣布 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来评估欧盟是否需要征收关税 以达到保护内部前业的效果 那反补贴调查呢 并不一定会导致加征关税 因为完成初步调查之后 欧盟官员其实可以决定加征临时关税 或是决定在不加征关税的情况下继续调查 不过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全球市场充斥着大量廉价的电车 是基于国家提供具有补贴 那欧洲虽然对竞争保持开放的态度 不过并非是为了主体竞争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也表示 来自中国的进口汽车 已经冲击到了欧洲车企在本地市场的份额 他们也认同 欧盟委员会已经意识到 整个行业正面临越来越不对称的局面 不过欧盟中国商会则回应表示 这是中国电车制造商不断创新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累积出了优势 而这种优势并非是凭借补贴行程 对欧盟展开反补贴调查这样的决定 他们是抱持反对的意见 那敦促欧盟客观看待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而不是随意动用单边经贸工具 行业专家甚至表示 欧盟需要重视中国如果展开潜在回应措施 将有可能对于欧洲车企带来进一步的打击 尤其是德国大众将会是首当其冲 那数据显示今年为止 来自中国的进口存电动车 占了欧洲电动车总销量的15% 那当中上汽集团就占了6% 别忘了他们就是德国大众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那欧盟针对中国采取的任何行动 都有可能将整个局面复杂化 因为从中国进口的大量电动车 实际上都有西方车企的加入 那尽管反补贴调查表明了 欧盟在对待中国的态度问题上与美国更加一致 不过对于欧盟应该在多大力度上应对 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贸易摩擦 欧盟内部其实还存在分歧 那欧洲最高贸易官员也表示 他们计划下周将前往中国讨论贸易和经济问题 他强调希望与中国保持开放的对话 是去风险而非脱钩 那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 那8月份整体CPI环比上涨0.6% 明显是受到了汽油价格上升所推动 那剃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CPI 是环比上涨了0.3% 也反映出了租金、汽车保险和医疗保健等项目的成本上升 那随后交易员对美联储在下周的政策会议上 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也既不增强 美元指数也一度拉升到40点 现货黄金回落9美元 那实际上美联储官员上周已经暗示 9月将会维持利率不变 即使8月的通胀报告也对这个结果影响不会太大 不过对于11月或12月是否进一步加息来说 很大的程度还是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情况 那随着9月市场降温 未来几个月美国经济放缓的迹象可能会逐步增强 进一步抑制支出也会放慢物价上涨的速度 那大家也可以看出官员们对过早宣布通胀已经放缓这个部分呢 其实还是抱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那毕竟还是会考虑到通胀再次加速的担忧 从最近的趋势来看呢 核心通胀的放缓也是较为明显 截至8月份以来的三个月 其实核心CPI指数的年化增长率是2.4% 是低于前三个月5%的年化增长率的 那进一步来看 美国8月份的汽油价格较上个月也涨了10.6% 是2022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 也反映了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削减石油产量等因素的推动 至于食品价格呢 8月份则是环比上涨了0.2% 转幅于7月份持平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想要获得更详细的资讯 大家可以下载FX68财经APP 阅读更多深入解析文章 当然今天视频内容所参考的文章 链接也会并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 订阅并且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东西市场先机 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